今天上課的主題是 延續上一週所說的四帝劍線觀和四帝頓線觀 那我先將上一週所講的重點做一下複習 什麼叫做劍線觀呢? 它是指在劍道的時候 四聖帝是按照苦極滅道的順序 一個接著一個的關鍵 四帝是按照順序、四帝的去關鍵它 那這個過程有部跟經部 他說會經歷過16個心念刹那 這個過程走完之後 在這短短的16個刹那裡面 三界的賤貨就依次的斷除了 苦地有四星、極地有四星、滅地有四星、道地有四星 那苦地是四星就是 苦法治人 苦法治 苦類治人 苦類治 那我们上周有说过 这个法治法治人 他是针对御戒 那类治人跟类治 是针对色戒跟无色戒 所以在苦地四星的时候 他就断除了这个迷于苦地的见惑 那同样的道理 集地也有四星 就把这个集带进来 集法治人 集法治 集类治人 集类治 那最后道地也是四星 在第十六星道类治 就正出国 所以这个见道的历程 前面以有部来讲 前面十五星叫做见道 那因为在第十六星道类治的时候 他已经把整个四圣地都见过了 所以有部将第十六星道类治判为是属于修道位所设 修道位就是重建地理 第十六星他是重建这个道地 前面的这些他都了知了 所以第十六星有部说是属于修道位所设 所以这个有部我们说他是一个非常机械化 非常定型化的学说 就是剑道的过程就是经历这几个新年 按照这样的一个次第 这是有部跟金部的主张 那如果是诚实论 他不是这么机械化的学说 诚实论他不是主张说 说剑道位的时候是按照这个苦极灭道的次序 来一个一个接着官见地理 然后在这个十几个过程里面 建制的断除建货 他不是这样子主张 诚实论的主张叫做顿宪官 顿宪官讲的是 四帝其实是可以同时建的 但是是以一帝作为一个 以一帝作为做主 借由一帝通达其他三帝 那以诚实论来讲 还有法杖部 他是借由灭帝 建灭帝的时候 就可以通达其他三帝了 那我们上一周有说到 他这个断建货的一个过程 如果依照有部的说法 这个行者他如果没有证得禅定 因为透过这个禅定 心上厌下的六行官 他是可以断烦恼的 那如果今天这个行者 他没有证禅定 他以出禅前的未到地定 来建道的话 那他的建货 就只能在建道位的时候断 而且是在这个短暂的 十五十六个刹那 把一切的建货 九品全部断除非常快 可是如果程式论的话 他说 不是这个建道位短短的时间段 其实从暖位开始 我们讲说暖位在程式论里面 有个关键 他就是灭假明星 这个面是指初步破除 所谓假明星就是 把五蕴当成是我 这样的一个我星 自我认知 在暖位的时候 初步破除了这个假明 所以等于是一分身见没有了 所以他说从暖位就开始断烦恼 从暖位就开始建地 他没有说是建哪一个地 灭了假明星 这个身见的一分就断了 身见九品 我们讲说九品建货 在这个暖位的时候就断了 其中的 因为程式论说你不能知道是几品 你只有当他全部断掉 你才知道这个烦恼没有了 你没有办法判断说 我现在到底是断一品两品三品四品 所以从暖位就开始 慢慢的断除建货 那什么叫建到呢 最后才建到灭地 你前面先建了其他三地 最后建灭地 建灭地的时候啊 是九品建货 前面只断了九品的少分嘛 还有残余 一直到说我建到灭了 把剩下的这些残余的建货 三界的一切建货 全部都断根了 所以他 程式论他建货的这个断除 就是从暖位出破假明 到建到这个过程 灭地的是关键 因为他可以把烦恼断根 所以他建到的时候是 只有建灭地啦 但是透过建灭地 因为他前面其他的三地 他已经是有关键过 所以最后这一键 把前面三地都通达了 这样各位了解吗 这个叫做顿线关 这是九品建货 在建到位的时候 通通都从根铲掉了 九品都没有了 那基本上 这个论书里面 他要成立自己的主张 他首要一定是 要端出这个圣言量 也就是佛陀所说 作为一个证据 这个叫做校正 所以建宪官他有举校正 那我在这边只复习一个啦 佛陀对加瞻言说法 说见世间疾啊 这里的世间是指五蕴啊 见世间疾就灭除无间 那阿难在场听到了佛陀 对加瞻言说法 后来啊 这个佛陀以前的适者叫做禅陀啊 他说他知道这个一切行无常 一切法无我 可是对于涅槃及境啊 他实在是不能够去路 所以来请求阿难为他说法 那阿难就把他所听闻的这个经文 转述给禅陀听 那有不瓦就根据这个经文啊 他说这个 无见是指这个众生断灭之见 有见是指众生长恒之见 他说现在所灭的烦恼不同啊 这也代表着这个所见的地向是不同的 那所见地向不同啊 代表这个能见的这个智啊 也是不同的 所以在见到的时候啊 这个苦疾灭到各自不同 能见的这个心也不同 所以这个是见线观啊 如果按照顿线观来讲的话 就以一致 来片一致啊 观察一地 然后通达其余三地 另外还有 一个很明显的校正就是佛陀对这个 虚达长者讲 虚达长者问 说 虚达长者就是己孤独长者 说这个市地是见线观还是顿线观呢 佛陀很明确的回答 他说是见线观 佛陀举了这样的一个辟语啊 说你爬这个楼梯啊 上到上面的这个殿堂啊 你一定是先从第一阶踏了 再从第二阶第三阶第四阶这样子上去 你不可能说你略过第一阶 然后你直接要 从其他的上到殿堂 一定是从第一阶开始 所以有部也把这个当成是 见线观的校正啊 那陈诗润的看法呢 首先针对这个见世间疾灭无见 见世间灭、灭有见这个校正啊 陈诗润说 请问这个跟十六星有什么关系 你顶多只是证明了 用一个疾心跟一个灭心来见道而已啊 你的十六星的说法是从何而来 这个你没有证明啊 陈诗润在破有部的时候 是把重点放在十六星上面 他的重点就是说 你有部所引用的这些校正啊 通通跟你所讲的这个十六星啊 是没有关系的 那另外讲到刚才这个爬楼梯的这个校正 陈诗润说啊 他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啊 所以意思是说这个经文是只有有部在传送 在现存的八历帐里面也没有跟有部讲的这个经文一样的 是没有找不到的 所以是只有有部在传送 陈诗润说他没有读过 他说如果有这个经文啊 应该要废弃啦 因为不顺服法相的缘故 那当然陈诗润就说顿线官也要举校正 但是在陈诗润里面啊 他没有举他没有举校正啊 他只是负责破有部而已 所以我有根据其他的论书啊 其他论书都有提到一则校正 这个我查不到啦 在现存的南北传的阿涵里面 在南北传的经文里面啊 我没有找到 就是 与苦无疑的时候啊 对于极灭道啊 也没有疑惑了 当我们了解苦啊 极灭道都不是问题了 所以这表示说四地是同时见的 四地同时见 所以同时无疑惑 那我们刚刚讲说 这里的同时见的意思是 是借由一个去通达其余三个 清静道论里面 他也是属于四地顿线官 但是在清静道论里面啊 他并没有强调说是 借由见灭地而见其余三地啦 从清静道论里面所说来看啊 任何一地啊 都可以通达其余三地 那顿线官啊 他也要举理证 那他的理证啊 他都是用屁欲来说明啊 比如说 一个人他身上穿着这个花花绿绿颜色的衣服啊 那我们一眼就能够知道啊 在我面前的人啊 他穿着这个好几种颜色的衣服 我在一眼之间啊 我就知道他身上的衣服的重色 一刹那能够顿取衣上的五种颜色啊 同理一刹那的这一字啊 也可以啊 片官是圣地 另外啊 他又举了几个像日出啊 然后这个出行啊 还有灯燕的批语 以日出一刹那来讲 他就有四种作用啊 除去寒冷啊 破除黑暗啊 升起暖热 发出光明 一刹那 一刹那有四种作用啊 同理啊 在我们的一刹那的这个字里面啊 也可以建四地啊 这是顿宪官的理政 请各位翻开上一周所发的讲义 在第三项综合解说 第一点官邮与官空的部分 在第九项 在第九页 在第九页 这里我 藉由这个会员大胜一章的说法 来说明说为什么会有 见线官跟顿线官的差异 会员大胜一章指出 有部在见道位中只有十五星 通于虚陀还果则有十六星 陈时论在见道位中则有无量星 就是说陈时论他的理论啊 他是没有像有部那么自私化 他不把他说死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会员解释说啊 这是因为有部官有啊 有的这个相貌啊 他是有局限跟差别的 就说这个存在的这些法 他各个法都是实有 都拥有他的志向 自己的特殊的体性 所以每个法都是不一样的嘛 因此啊 诸法之间他是有别意的 有差别的 那你去做这样的一个 见这个不同的法 个别的这样子分别 他认为这个是容易的啦 容易清楚的 可是陈时论官空啊 空没有区分跟界限啊 见空是不容易明了的 大胜一章所说显示出 有不把关键的地理当作实有 因此可以把这些地理的相貌予以简别 因地理相貌的不同 产生认识的差异 所以这个关键的智慧啊 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所以有十六星这样的说法 诚实论着眼于诸法通通消灭的无相境界 地理相貌的书役在无相中啊 骁容殆尽 认识无相的智心啊 终归只是空无我智 其智心刹那 不被局限为固定的数量 而无法计算 官有跟官空的不同 导致见四地得道 与见灭地得道的不同 也产生近线观和顿线观的差异 所以有部啊 他是认为说这个 他是这个实有论者嘛 在圣意地上面 他也是讲诸法实有的 所以他观看是每一个每一个都不一样啊 因为每一个每一个都不一样 所以他的这个字也是 每一个每个字都不一样 字跟地啊对应 然后前后都是有差异的 可是陈时润啊 他第一地他是空啦 他这个 他是借由无相啊来做观察 就无我啊来观察 所以啊 四地可以借由无相设为一地 所以他是所谓的见灭地得道啊 借由见灭地的时候啊 通达其余三地啊 所以这个是顿线观 那我们接着看有部的修观跟见道的历程 这个内容就是非常的复杂了 我是综合了大皮婆沙论巨色论以及顺正理论所说啦 有部的接位嘛 我们后人把他这个第一个接位啊叫做三弦位啦 三弦位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五庭心位 这个是要休息禅定 第二个叫做别相念柱位 第三个叫做总相念柱位 这个是要针对这个深受心法四念处啊 做这个至相跟共相的观察啊 那在别相念柱末后啊 和总相念柱位之间啊 要观察这个四帝十六形象 这时候的慧啊 被称为叫做文慧跟师慧啊 卵位以后才称为修慧 那什么叫做形象呢 形是形结啊 分别的意思啊 像是镜像啊 他是指慧心所对镜像的简则行结 其实就是慧心所的一个分别的作用啦 形象是指慧心所的分别作用 那要对这个四帝做分别 苦地有四种分别啦 非常、苦、空、非我 其实这个下面的注释有讲啦 这个十六形象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请各位看下方的注释 第三十四个注释啊 苦圣地有四个形象 非常、苦、空、非我 那解释什么叫非常啊 就是说要一代纵圆嘛 圆合则生、圆散则灭啊 所以叫做非常 因为这个纵圆是 他是会和和跟散失的嘛 所以这个一代纵圆的事物啊 他就是成为是无常的 苦是逼迫的意思 空啊 他是要去 他空的意思就是说 五蕴不是我所有啊 非我所有叫做空 那非我就是五蕴不是我啊 极地有四个形象 因、极、生、圆 那什么叫做因呢 就像种子生芽的道理一样 种子作为原因而产生芽嘛 所以这个因就是种生芽的意思 等线里叫做极啊 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线呢 果线极啊 让果出现这个叫做极 相芽 相芽里 这个叫生 什么相芽呢 使果相芽 叫做生 承伴里叫做圆 使什么承伴呢 使果承伴啊 叫做圆 那他后面讲了 这个例子啊 就好像 这个泥土啊 还有这个水啊 等等的 和和啊 而承伴坪 坪是这个结果嘛 那这个 泥团啊 轮神啊 还有水 这个是圆 灭圣地有四个形象 灭尽妙离 灭就是指五蕴通通灭啊 灭就是指贪嗔痴三火熄灭 妙就是没有种种的过患 离就是脱离种种的灾厄 道圣地的四形象 道如行出 道自己说是通行的意思啊 就是说道是你能够在上面行走的啦 如就是契合正理的意思 行就是正确的去向 去向哪里呢 去向涅槃啊 出就是能够永久的超出生死啊 超出生死轮回叫做出 我们刚刚解释的十六形象 那观察它是有顺序啦 按照苦疾灭道的顺序 那苦地的话呢 它也有顺序 先观玉戒 再观色戒无色戒 所以它的顺序是这样啦 先修玉戒苦地四形象 这是第一步 再来是第二个啊 修上二戒苦地四形象 苦地修完了 接下来是极地 先从玉戒开始 修玉戒极地四形象 接下来呢 才修色戒无色戒 极地四形象 那极地修完了 就是灭地 先从玉戒 玉戒四形象修了 再修上二戒的灭地四形象 那最后是道地 先从玉戒到地四形象 再最后修上二戒到地四形象 那在这个阶位啊 在修十六形象 就好像是隔着薄纱 看见仲色一样 就是说看得 雾乎乎的啊 不清楚啦 不能分明清晰的见到 那这个是在 总相念著前啊 那 后面啊 慢慢的修成熟了 进入暖鼎忍四地一法 那其实在这些过程啊 暖鼎和夏平忍的时候啊 还是一样 就是像刚才讲的 去观察四地的十六形象 那忍啊 在有部里面把它分 上中下平 中平忍的时候啊 就要开始缩剪啊 剪掠这个观察的形象 所以我这里 先说明 有部的这种 参观啊 是很复杂啦 因为我懒得写那么多字 所以我上面都是简略的表达 我们刚讲到这个 四地十六形象 的观修 是按照苦极灭刀的顺序 那在苦地里面啊 又有欲界跟上二界之别 先观欲界 再观上二界嘛 所以我这个 白板上写的 欲苦四形 是指欲界苦地四形象 上苦四形 是指上二界苦地四形象 那在中平忍的时候啊 要开始减 减少观察 这个 就是要开始减少所观的形象 怎么减呢? 从最后面开始减 我们讲说 道地是道如行出嘛 那你看 那你看 欲苦四形 上苦四形 到这个上界到地的四形 四乘以八是三十二 最后只能减到剩下观察一个形象 所以呢 我们可以 就是说 中平忍的时候开始 第一周 一周 这样整个观完叫一周啦 第一周先减 减掉出 就你观其他的 其他的三十一个 总共三十二个 这样各位理解吗 第一周 第一周就是说 你从欲界的 非常苦空非我 一直观到 上二界到地的 到如行就好了 到行就好了 出把省掉了 然后呢你接下来要重来 从欲界四形再开始观 那 第二周的时候啊 减掉 减掉 第三周的时候 减掉如 第四周的时候 这个 减掉这个 道地 而减掉这个 而减掉这个 道形象 第五周的时候啊 一样嘛 是从欲界的 非常苦空无我 这样子 赤地赤地赤地 出的时候啊 出不要了 关到行就好了 这样各位了解吗 就这样子 从后面 往前这样子 每一周减一个 减到 上界苦地 四形象 非常苦空非我 减到非常的时候 是第28周 那第29周的时候 不是就剩下欲界苦地 四形象了吗 总共32嘛 到第29周的时候 剩下 29 30 31 32 剩下欲界苦地 无常苦空非我 这时候你不用从后面 往前捡的 你可以选择 依据你个人的根性 所以你要怎么选呢 非常是适合这个 我慢强大的人啊 为什么说这种 焦慢重的人 适合去观这个无常 为什么啊 各位想想看为什么 啊 为什么说 这种 慢心重的人啊 适合去观察无常 你说我只很深 我强大 那为什么不去观非我呢 所以为什么说我慢强调 焦慢强的人适合观无常 各位想想看为什么 我们会有一个焦慢 一定有这个 所焦慢的这个东西吗 就是说我们所自豪的东西 其实是不能持久的啦 比如说像以前我个人认为 我记忆力很强 我看一次电话号码 我就可以记住了 但是到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看一百遍我都记不住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所自豪的东西啊 它是不能够持久的啦 又比如说像有些人 他所自豪的 比如说他的这个英俊美貌啊 那其实人到老了 这个也没有所谓英俊美貌了啦 他无法持久的 所以去观察这个无常啊 他可以破除焦慢啊 我们所自豪的 所引以为傲的啊 都是不能够持久的 那苦呢 苦是适合懈怠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懈怠强的人要观苦啊 懈怠就是想要行的 对啦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急迫 没有修行的急迫感啊 那如果说你真的感觉到这个 这个生命生活是很不安稳 是很不安稳的 是苦的 你就不会说啊 现在在这边虚耗时间啊 你会精进的修行 所以懈怠的人啊 他适合去观察苦 那空啊 是适合这个直五蕴啊 是我所有的人 非我是适合指五蕴是我的人 所以这四种人啊 其实分为爱行者 或者是践行者 所以到第29周 剩下欲介苦地式形象的时候 这时候不用向前面啊 都由后面往前逐次的递检 这个时候就是根据个人的根性啊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就是说剩下式形象的时候啊 他可以任意去递检啊 不一定要从 不一定就是要 按照这个 最后只能观非常不是这样 他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性来选择 所以我们看讲义的说明 中平等的时候要开始 简观这个形象 从上二戒到地 逐次简略所修形象 第一周的时候 修欲介苦地式形象 乃至欲介到地式形象 对于上二戒到地 减去一形象 只修三形象 第二周的时候啊 又对上二戒到地 减去一形象 只修二形象 第三周的时候啊 对上二戒到地 只修一形象 第四周的时候啊 修到欲介苦地式形象 就可以了 不再修上二戒到地 第三十一周的时候啊 简至只修欲介苦地一形象 这个时候就是上平忍啊 上平忍跟中平忍的差别 就是说中平忍开始简 简到剩两个 这个叫做中平忍 上平忍是只剩下一个形象啊 行者根据习性选择所修形象 左我见的人修非我形象 左我所见的人修空形象 我慢针的人真是强大啦 修无常形象 懈怠针的人修苦形象 上平忍啊 他只有一刹那而已啊 接下来是四第一法 也是和上平忍一样啊 修相同的欲介苦地一形象 也是只有一刹那 接着就进入到见到位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逐次的简略所修的形象呢 有不用辟语来说明啊 有一个人他很有钱啊 他要到 就是说他要搬家了 这个财产太多没办法攜带啊 所以他把这些财产啊 全部把它换成钱 但是啊 仙然 仙然 仙然这个钱啊 实在是太多太重 没办法带啊 所以又把钱换成黄金啊 仙然觉得黄金太重不方便啊 又将黄金换成非常昂贵的宝珠啊 就带着这个宝珠啊 轻松的前往他国 同样的行者啊 先广泛观察欲介和上二介四帝十六形象 然后逐渐的简略 乃至唯以一刹那心观欲介苦地一形象 接着升起誓第一法 然后升起苦法制人 乃至于道类制 为什么最后只观欲介苦地呢 这是因为欲介苦地啊 它是粗显啊 容易观察的 就是说它比较明显能够观啊 所以观欲介苦地入于见道 这表示啊 简略所修形象到只修欲介苦地的任意形象 是为了要让行者更容易去入见道啊 所以他的修法是由凡至略啊 前面是十六形象通通要观嘛 然后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 减轻行者的负担啊 让行者能够更轻松自在地去入见道 因为他前面已经很熟练了嘛 所以他只要慢慢慢慢地 这个用最后只要借由一个形象 就可以进入见道里面了 所以啊 他见道的时候啊 经历十五星、第十六星正果 那这个顺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在道内制的时候啊 四圣地都已经全部见了 道内制只是重见地理 所以被判为修道位 那我就刚刚才讲的这个复杂的这个过程啊 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图 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说 他这个对于四地的见线观的 他的修观跟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见线观的历程啊 就是说他在三贤位的时候啊 修四地十六形象啊 但是他还不能清楚的观见啊 那在暖顶冷的 在暖顶跟夏平冷的时候啊 他也是十六形象啊 这样子一个接着一个的 这样子次地反复的这样子观察 到了中平冷的时候啊 因为前面他已经熟悉了嘛 所以到中平冷就可以开始剪掠了 慢慢地剪 从上下这个三界的这个三十二个形象啊 开始慢慢剪 最后只剪到剩下这个欲界苦地任恶形象的时候 这个叫做中平冷 那剩下一个形象的时候啊 这个就是上平冷了 那以同样的形象啊 去观察这个是四第一法 四第一法只有一刹那 所以上平冷跟四第一法都只有一刹那而已啊 而且他观察的是欲界的苦地形象 那到见到位的时候啊 所以他是从苦地开始见嘛 因为前面上平冷跟四第一法是光欲界苦地 所以十五星开始前面都是针对欲界苦地啊 按照苦极灭道的顺序 第十六星正果 所以这个是有部修官 然后剑道的历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刚才介绍了有部修官跟剑道的历程 接下来要说明陈时论的修官和剑道历程 那这个部分是就是说将 是我将陈时论里面把它中和起来的 陈时论里面并没有这样的就是 这样的清楚的论述啦 是我把它做一个中和整理 那在他的这个第一个阶位啊 把陈时论是统称为念处位啦 在念处位的时候啊 藉由休息七方便也就是七处善 各别观察四圣地 因为这个讲义我有做修改了 所以我刚才有把修改的部分 引印出来发给各位 所以各位可以先直接看那张讲义 那初体制的部分代表是修改过的 七方便是以色来讲啦 官色、官色疾、官色灭、官色灭道 官色灭、灭就是指这个 色所隐身的喜乐啦 官色过患,过患就是无偿苦便益 官色出离就是官对这个 色的这个浴灘的调幅断除跟超越 那这是以色作为说明啦 受想形式也是要做这七种观察 那七方便其实总色来讲就是观察四地啦 因为官色和官色过患 这个是属于苦地 官色疾和官色胃是属于疾地 官色灭和官色出离是属于灭地 官色灭道还有全体的七方便就是道地 七方便其实含色了无常想、苦想、无我想的初步休息 七方便中的官色过患 是指观察色法的无常苦、坏之相 这个即是无常想以及坏苦想 苦想有分三种嘛 苦苦想、坏苦想跟行苦想 苦苦是这个身体实际所遭遇的苦 坏苦是这个有违法的这个生命败坏之苦 行苦是这个见空之后 在看到五蕴的时候 知道他无真实而能倾恼之苦 所以这个时候的苦想还是很粗的一个层次 就是坏苦想 有违法的败坏、生灭这种坏苦 那无常也是属于坏无常的层次 七方便中的官色出离 这个是无我想 但是还不能够破除假名 陈时任的假名主要是指我 行者借由休息无常想而建立无我想 这时候就能够初步破除假名而入暖位 开始逐渐断除见或酒品的少分 入暖位的时候 无常想和无我想何流 这时候不是观察坏无常 是观察叫做行无常 行无常是指有违法 坏灭无真实因此无常 行者以无我想见五欲灭尽而无真实 这时候就是见灭地而入见到位 这时候聚足了行苦想 行苦是有违法无真实而能倾恼之苦 只有以见灭地者才能够观见 无我想包括人空和法空两个面相 在五欲中不见我 这个是空形象属于人空 见五欲灭 这个是无我形象属于法空 可以说在暖 这个四善位中啊 暖等四善位中 是以无我想作为主要的观修 入见到的时候 做无我形象 同时遍观四地 所以我在我的讲义里面 把这个七方便跟三想的关系 做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 就是说七方面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三想 那接下来我引用了 杂阿必谈心论 这里面讲到 顿线观论者的说法 他先批评见线观论 见线观论者说 智跟地 他是有不同的特征 不同的特性 这个说法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 智是只有一个特征 地也是只有一个特征 一切的慧都是同一个智的特征 像是特征特性相貌的意思 那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一切法境界 做无我形象 例如世尊说 一切法无我智慧者能见 比焰于苦时 这个道就 这个就是清静道 那这里是讲 刚刚讲的是这个 一切慧一智相 地相也是这么说 四地其实只有一相 现在再进一步解释 刚才那段的意思 见线观论者主张 智地亦相 智地亦相是指 苦即灭到四智 各有不同的特征 四地也有不同的特征 苦的特征是逼迫 即的特征是升起 灭的特征是即灭 道的特征是出离 并非以同一智 一时限观不同特征的四地 就像见平的时候 没有办法看见衣服 看见衣服的时候 不能看见瓶子 因为瓶和衣有不同的特征 同样的 对于不同特征的四地 见苦的时候 不见其他地 见极地的时候 也不见其他地 因此是见线观 那顿线观他反对上述的说法 认为一切慧都具有共同的特征 也就是对一切法座 无我形象 顿线观论者引用佛陀所说 刚才的那个上面 引文里面的寄送 他的意思是 当智慧者能见一切法无我的时候 这时候他厌于苦 这就是清静道 这显示 做无我形象 而得灭字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苦地 就是苦字 也是道字 同理四地也具有 无我的共同特征 见灭地的时候 也见其余三地 陈时润讲这个无我就是指这个五蕴通通都灭 所以我把陈时润的这个 他的一个修观的历程 我做这样子简略的图示 就是说他在七方便 就是他在念初畏的时候 他也是个别观察四地 但是在四上更畏 他就去以这个无我形 作为他的这个主要的休息 就是无我形跟这个无常想有关 藉由生灭败坏 看这个 看这个诸法里面没有我 然后看到这个诸法的坏灭无真实 所以这个叫做对四地修无我形象 最后的时候真正见到灭 而同时对其他三地也通达了 那这时候的这个星叫做空星 没有办法计算到底有多少的空星 在这个见到位 没办法算 刚才有讲到说 顿线观其实是分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藉由线观灭地 而达成对其余三地的线观 例如陈时润跟法杖部 另一种是线观任何一地 就能够同时线观其余三地 例如南传上座部所主张 在论事跟亲近道论里面 他有详述 慧远在大圣一章中问 顿线观跟见线观 到底哪一个正确呢 慧远说 两者都是佛陀所说 不可偏一 仅根据人的差别 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顿跟者不能破相 来见诸法空 所以他是用这个先后见识见地的方式 立跟者能够破有相 而正诸法空 所以他是根据意识来骗见识地 慧远的说法显示了 之所以会有顿线观和见线观 这两种见到历程的差异 在于行者的根性有利顿之别 慧远大圣一章还提到另一个原因 有部跟诚实他们所立的过患是不同的 以有部来说 吃事过患的根本 要藉由个别观察四地分明 吃案的 吃案这种情况才能够全部的禁除 以诚实论和法障部来说 曲是过患的根本 虽然个别见地 不能停止曲职 所以要总见空 这个曲的过患才能够消除 那下面是我对这个曲的解释 刚才所讲的曲 其实是指想的曲假名相 想心所的作用就是取假名相 诚实论说 藉由想去取清冤中三相 取清相就会生起喜寿 取冤相就会生起幽寿 取这个储中之相就生起舍寿 那喜寿会生起贪 幽寿会生起撑 舍寿会生起 吃 所以想有过患 佛陀说应该要把想断除 藉由想在五蕴中取我相 因此有身见 这个是想的过患之一 身见必须藉由修五我形象 五我形象 将诚实论解释成是见五蕴灭 才能够完全根除 所以诚实论强调修五我形象 将四地做五我的共相观察 而能够在同一时间骗见四地 所以刚才讲到说 为什么会有顿线观跟见线观的差异 这是因为修行者他的根性有力顿的差别 还有所要对峙的过患不同 所以最后还是回归到修行者自己去依据自身的状况 采取适应的修观方式而入圣地陷观 所以见线观和顿线观 就是说其实没有所谓的是非对错的问题 见四地得道必然是见线观 见灭地得道必然是顿线观 见到内容跟见到的历程是互相关联的 所以这个关于见到的部分 我们就解说完毕 那接下来我们要解释这个 解说这个涅槃到底是不是实有的 我现在所讲的是 将来要出版的书叫做 诚实论的诸法论西及灭三星思想 第八章叫做空星及灭空星 刚才说的这个见到是属于第一节 那接下来要探讨的是空星的所缘 也就是涅槃 这个是第二节 那我先对于这个 这份讲义的内容 我先做一个概略的说明 这份讲义是要探讨这个涅槃 到底是实有还是非实有 这个是根据第一异地的立场来说的 诚实论它的一个特色就是 成立二重二地 第一重是四地跟第一异地 四地里面又区分熟地跟真地 俗地他说假明有 真地说实法有 包括五蕴跟涅槃 所以我们要注意 在四地的层面上 诚实论是主张涅槃实有的 那所谓的四地它是 适应未得道者认知能力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未得道者所受用的 对于未得道者 他认为说这个涅槃是实有的 在四地里面是这样子的安利 这样子的认识 可是在第一异地 诚实论说诸法空 换句话说在第一异地里面 涅槃它是非实有 这个是诚实论的立场 我们要注意它有区分四地跟第一异地 四地说涅槃实有 第一异地说涅槃非实有 那现在我们这一份讲义 是根据第一异地的立场来说的 就第一异地来讲 就第一异地来讲 对于涅槃 有部是主张实有的 诚实论呢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它是非实有 那两种理论的对辨来一定是提校正嘛 所以又要开始又是交正 在很多经文里面都讲到啊 涅槃在诸法中是最为第一啊 那有部就说 诶 这个涅槃可以跟其他的法拿来做比较啊 实有的法才能够比较啊 那你说这个涅槃它是所有的法里面啊 是最上最尊第一的 那可见代表说它是具有实体性的一种存在 才能够跟其他的法做比较 然后说它是第一最殊胜的 就是说它举一个例子 我们不能拿龟毛跟兔角来比较啊 乌龟的毛跟空中的角 对 乌龟的毛跟兔子的角 虚空中的花 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你怎么能够互相比较呢 能够比较的东西都是实在的东西 实际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教证 第二个教证啊 清中有讲到啊 有无违法 无违法就是涅槃嘛 清中说有 有 这个有啊 应该是梵文的 阿斯蒂 阿斯蒂是存在的意思 它是现在式动词 有违法是这个现存的 所以 有不过它就这样解释啊 这个有啊 是指涅槃具自性而有 什么叫自性 是自己的意思 帕瓦是性质的意思 所以翻成自性 那它的词意啊 是自身特有的性质 或者说是本质固有的性质 本来就有啦 本来就有啦 在布派的哲学里面啊 它有这样的含义 它能够使这个法自己跟其他的法 有所区隔啊 自性能够使这个 诸法具有特殊性 跟其他的法有区别 就好像是这个 诸法的自我一样啊 所以称为法我 比如说设法有非常多 就无限多 无限多个设法嘛 那 如果同样都是设法 设A、设B、设C 它是不同的设法 为什么不同呢 因为各具自性啊 比如说 现在我不同于隔壁坐的这位法师 那因为我们是不同的自我 这样各位理解吗 我跟各位都不同的 因为是不同的自我 A跟B是不同的人 因为他们是不同的自我 同理 A法跟B法是不同的法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自性 不同的法我 这样各位理解了吧 可不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自性啊 它又译为法体 或译为实体 它有体的意思啊 它是这个诸法作用所一之体 它是这个诸法作用所一之体 所以回到刚才 金钟讲说 有无为法 我们说这个无为法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又不生不灭 那金钟说它有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有呢 所以有不得解释说 因为它具有实体 具有自性 而有 这样各位理解了吧 那诚实论它也要提教证啊 我们说 《雜含經》六十一經講到說這個色滅了其他的色不再生起 然後像受搶行事也這樣 這個時候就是叫做極滅聖廟的涅槃 所以根據《雜含經》六十一經所說的 這個五慾滅就是涅槃 另外《雜含經》三百零六經裡面說到 當這個苦滅其他的苦不生起 這個時候再也沒有苦相畜 這個叫涅槃 所以陳時論就根據經文講了 涅槃就是五慾滅的境界 涅槃就是苦滅的境界 而這個苦滅跟五慾滅它其實是一個無的狀態 第三個教證是用三法印 三法印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第三個是 第三法印 涅槃擊滅 這個擊滅就是表示無阿 所以第三法印也顯示了涅槃它不是實體性的存在 再來也是藅槃 再來也是藅由三法印來證明 諸法無我 陳時論解釋這個無我叫做諸法的體性滅 那如果涅槃是死法 涅槃是它是不滅的嗎 體性不滅 涅槃是法的其中一個 然後呢 經說這個諸法是 它最後是體性滅 可是呢 涅槃死法卻體性不滅 它跟諸法無我印相違 所以涅槃是無實的 剛才是校正的部分 接下來是禮的部分 有不如他這樣子主張 他說啊 所知必是有啦 知識的這個所對境一定是有啦 那 涅智能夠知道涅槃 涅槃 涅槃是所知 所以涅槃是有 那 那陳時論呢 他說 所知不一定是有啊 所知也可以是無啊 那 滅智啊 他知涅槃啊 滅智是 他是知道這個諸行無之誌啊 諸行無就是涅槃啊 剛才講到涅槃死有的理證 那有不呢 他是這樣子解釋的 他說這個地呀 梵文satia 除了真理的意義之外 還有實在的意思 所以既然叫做滅帝滅帝 滅帝是指涅槃 那這就表示說這個涅槃他是死有的 第二點 滅帝是四聖地裡面的第三 那有不說啊 這個 十有的才可以數啊 才可以數一二三四嘛 無怎麼數為第三呢 所以滅帝是十有的 第三個 金鐘說啊 這個滅啊 應當要正啊 這個滅是指涅槃嘛 所以這個所正的涅槃啊 他是十有的 否則就無所正啊 這個是有不的論述 那陳時論他怎麼說呢 他說我們要怎麼理解 金鐘講的有無違法這個有 他說涅槃是兩個面向啦 有但是非實有 這個有是什麼意思呢 是有苦滅的狀態 所以這個有並不是指實有啊 有也可以指無 指這個無的狀態存在 非實有就是涅槃不具實體 所以陳時論在講涅槃的時候啊 他的意思說有而非實啊 那這個有是指苦滅狀態存在 所以剛才所說的是 今天所發講義的大藥 那我們下一次上課再來解釋這個講義 我們今天上課到這裡 請各位將課堂上升起的任何功德做一回向 我們下課堂上升降降場 我們下課堂上升降場 在原來的用藥 此課堂上升降場 這位都不算落下 今天我們下課堂上升降場 我們下課堂上升降場 另外住成功